明天是30年前那种 比例很大 落差很大 或许就看到那边 或许的习惯声音到人家 人家的神明天一定闪去过 主线也会拍一下 或许说到你的地盘 一定要说或许觉得要这样做 你知道为什么或许会这样做吗 因为有一次或许到人家家里 你在成全的时候 这是一个学籍跟或许说 就是刚刚那个有敏感体质 他说你昨天晚上去成全人家 对不对 他说对啊 你有空你可以去跟他讲 他们家主线排位里面 应该有40几岁的一个前道 我说我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跟他们讲什么 可是那个 那一个前道就这样走出来 在旁边听你讲话了 后绝从那一次之后 他就说有来跟我们家家里讲话 人家主线会听 这样懂意思吗 可能甚至我们背后的音乐都会听 所以你们要小看我们自己 不要小看讲话要小心 他们都在听 你已经在度这个了 他不行了 这样懂吗 包括神明也会 因为后绝有一次 去了大甲 一个学妹家也是 在那边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吗 他们是公庙 那个 那个他妈妈就开始了 打嗝你知道吗 他就说 千万你可不要来这一招 然后他就说 样师你应该看得到 我说我看不到 可是观察者对你笑耶 他说那当然啦 那我来要度你们 他就要去笑 你知道你懂吗 所以不要小看这张音乐 你会不会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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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听到